精神奕奕的百岁医师田中指夫 经过长途飞行再转乘汽车 风尘瀑布抵达位于东京的慈祭日本分会 田中医师跟大家分享他的养生之道 多吃蔬菜 少吃甜食 每天运动 把烦恼放下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秘诀 田中医师曾经面临多次生死关头 90岁时战胜肝癌末期 从此成为义诊志工 发愿帮助更多人 我从101年以来这么快乐 我感到惊喜 我听说了很多病毒 我感到很興奮 何谓健康长寿就说不要假借他人的手 能够自己会很健健康地活的 人生的最后十年 你想依赖别人的照顾生活吗 不如学习田中医师的精神 现在开始为自己存下健康资产 老年生活会更有意义 大野新闻 林斯文 苏国志 这是陈荣卿日本报导 并非科学习田中医师的非常快乐 隐 셈护士 并非科学习田中医师的年轻货